三張新聞攝影獎 東森新媒體 EET的代表 您敬禮 廣播以網路類 Harker新聞節目獎 東森新媒體 EET的代表 我在暗花現場 影像的力量很強大 哪怕是一個畫面 都有改變世界的可能 我們會一直在現場 為真相努力 所以我就覺得 我們這幾個月的努力 是值得是有代價的 我們會繼續努力 帶來更多的內容 運作好 是因為新聞人的責任 東森新媒體 EET Today 林敬禮 作品 以名為先 三張新聞攝影獎 東森新媒體 EET Today 林敬禮 恭喜得獎者 我們請得獎者 上台 陳時中到龍山市造勢 突然有民眾衝出來成行 遭到便宜警察 假離 那攝影記者呢 掌握住快門 比如說到焦點 是從後選人的身上 瞬間轉移到被下鄰者 身體上的那個瞬間 非常謝謝 其實我不是一個對自己人生有很大報復的人 那和自己愛的人 跟自己喜歡的人 平順地過每一天 一直都是我的最大信任 可是你知道你身後 會有一群人 對你抱有期待 時不時地推你一把 會想要促使你往前 你就知道 你其實不能難以現狀 這個時候心裡 就會想說 你要如何用你對工作的熱情 去回報他們 從我出社會到現在 從三立到一體之類 現在八年多 謝謝這一路上 我遇到了長官 我的同業朋友 我的父母 還有我身旁的老婆 這個獎是屬於你們的 我是代表卓越的你們 才能在這個台上接受這個獎 明天開始 我會慢慢找你們一個一個拍照 能跟你們分享這個獎 這個獎才有意義 媒體環境一直在變 攝影記者的工作環境 其實一年比一年艱辛 謝謝卓越新聞獎 保有這個舞台 這是對所有攝影工作者的肯定 影像的力量很強大 哪怕是一個畫面 都有改變世界的可能 我們會一直在現場 為真相努力 我也以身為攝影記者為榮 我會繼續學習 朝為歷史存照 為庶民立向的方向努力 謝謝大家 風聲型媒體 Eat Today 我在案發現場 恭喜 恭喜得獎 得獎理由是 善用聲音媒體 深入潛出 呈現審判的過程 針對國民法官的制度即將上路 解開民眾的疑惑 那節目進行流暢 敘事深入 主持人口條非常好 節奏掌握世界 引人入勝 有時候做新聞做久了 在忙忙碌碌之中 然後擁擁碌碌也都忘記自己在幹嘛了 所以我覺得透過這個獎項的肯定真的很重要 也謝謝各位評審 謝謝這個獎項 那我是案發主持人 陳豐德 那在嘗試之前 我們真的沒有想過一個真實犯罪的Podcast節目 也有獲獎的可能 那這一座獎杯很重 也真的得來不易 那這邊呢 也要感謝東升系媒體Eat Today的 王總裁 陳總 還有總編 文姿姐 同時也感謝司法院行事廳 還有台北地院的協助 以及每一位 答應受訪的來賓們 謝謝他們 我們才會有這個節目 好險我們有一群支持我們的聽眾 他們的鼓舞以及揮繪 我們才有勇氣 來誕生出國民法官這兩集 播出之後呢 我們也收到很多聽眾的私訊 那麼告訴我 他們真的將自己帶入 這個國民法官這個角色了 並且也認真 聽了這個簡便攻防啊 還有認真的抄筆記哦 所以我就覺得 我們這幾個月的努力呢 是值得是有代價的 我們會繼續努力 帶來更多的內容 並做好身為新聞人的責任 謝謝大家 我覺得一開始 他其實在這樣子的新聞獎項裡面 並沒有特別佔優勢 因為你們做得很活潑吧 或者說那個剪接的 其實是還蠻靈活的 然後我們大家對東森 就會有錯誤的 或者不對的聯想 我記得我們當時 五個評審會 這個有點綜藝 會不會太綜藝 但是當然聽 聽完之後 還覺得國民法官這個題目 是很重要的 就我們自己也搞不太清楚這個 然後聽完還覺得很重要 那其實難的是進到決選 決選五個作品 其實選的題目都各有各的重要 你不能說那個缺彈不重要 國民法官比較重要 每個都很重要 那我覺得就我來看的話 最後真的就是怎麼樣操作 怎麼樣使用這個媒體 怎麼樣使用這個聲音的素材 那這個時候你們的優勢就翻了出來 因為你們的剪接很靈活 還包括你自己親身去當國民法官 這個某個程度也是一種 親身採訪 那真的把那個很複雜的規則 整理得很清楚 那我覺得有一個 有一個條件是 我們也不希望這樣講是 象牙塔裡自己在評著講 那它的影響力 它是不是可以真的讓更多人理解這個事情 這張單張的那個參賽的照片 其實同類型的有兩張 非常非常的類似 就是說他們其實基本上就蹲在一起拍的 就是說他們拍攝的位置跟角度都非常類似 可是會選到那個這一張 主要是他的那個抓的那個moment 是超過那一張的一個精確性 裡面的每一個人的表情都非常到位 所以無從挑剔 這樣子 有兩張 有兩張